今天在证文开始之前,咱们先看几张照片 第一张是当时鸦片战争时候的道光皇帝 第二张是金烟大臣林泽徐 这个女的呢,是当时英国的国王,威多利亚女王 上期提到太平天国,话还得从鸦片战争说起 1830年以前,朝廷允许洋人在广州开央行 经营进出口贸易 因为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在英国卖得很好 而英国的工业品,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中国,没有市场 两国的贸易不平衡,逐渐加大 大清对英贸易顺差,渐渐达到了每年一千万两百亿 眼看着贸易难以为继 英属东印度公司的黑心商人们找到了生财之道 他们把印免出产的鸦片说成是可以易寿延年的福寿高 很快就在中国培养出了大批瘾君子 就这样,白花花的银子又倒流回了英国 到战前,英国对大清的贸易顺差反而达到了每年一千六百万两百亿 眼看着国无可以扛枪之兵 国库没有可用之银 朝廷非常担心 于是就派钦差大臣林泽徐到广州进烟 林大人随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但也不知道经历了光荣革命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大英帝国的实力 他断然采取劈力手段 派兵包围洋行 收缴了价值八百万两白银的鸦片 在虎门销毁 道光帝得报后 问,英姨会不会对大清开战 林大人信心满满地回奏说 英姨断然不敢对我天朝佣兵 他们知道,如果来犯 我必断其茶叶和大黄 宜人洗食生肉 没有茶叶大黄注消化是活不了的 道光帝龙眼大悦 决定不仅禁烟 干脆断结了与英国的贸易 已决后患 消息传回英文 英议院以几票之差 微弱多数通过了对华用兵的议案 维多利亚女王以维护自由通商为名 对大清帝国开战 为十两年 大小百余战 英军战无不胜 攻无不取 大清国官民一心 同仇敌忾 奋勇抗击 定海三总兵 王熙鹏 郑国弘 葛云飞 雪剑成头 各地一百四十余位 守土官将 捐躯报国 兵民伤亡难以计数 不可谓不拥 无奈记不如人 1842年7月 英军塑长江而上 攻镇江 八旗兵不敌 死伤惨重 镇江失眩 对岸的扬州惶恐 筹集五十万两 白银 送给英军 换其不占据扬州 南北曹运被切断 眼见大势已去 道光帝大呼 林则虚 办事不容易 悟国悟政啊 于是将其革职 发配新疆 派太子少保齐英 为钦差大臣 于京方议和 8月29日 双方在南京下关江面 英建汉列号上 正式签订南京条约 之后又签订了 中英虎门 中美望下 中法黄埔等条约 使国门洞开 今天先讲到这 谢谢收看